请进 如果你不太满意 我可以帮你重新找一个地方 太棒了 真的吗 我是说真的很棒 非常适合你准备新开的 什么来着 扁链爹 一间图书馆 我一直都很想拥有 像这样的图书馆 图书馆 给人看书的地方 现在还有人去图书馆吗 就给我自己看的了 不管怎么样 先拿好你的钥匙吧 拜拜 猪猪 祝你好运 马迪再见 他看起来总是很着急的样子 开始工作咯 哇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 很早之前 我就知道自己有某种天赋 读书的时候 雨洋和画面会变得活灵活现 我会完全地沉浸在书中的故事里 哇 因此我很爱看书 喜欢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我常常灵感迸发 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发明 不过 这些发明带来了太多的关注 让我更不习惯 我希望能回到重新平静的时光 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有了这间新的图书馆 我不仅可以随时看书 还可以学习不同手艺 继续发挥创造力 每读完一本书 我就会在卡片上记下最喜欢的语句 收集灵感 我很少出门 繁华喧嚣的城市环境 让我无所适从 我只习惯一个人待在图书馆里 就这样 我拥有了想要的一切 但总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 你 跑哪儿去了 要是让我们抓到 他就完蛋了 刚才好险啊 对了 谢谢你啊 我是猪猪 你还好吗 我叫姚晓明 我没事儿 只是刚刚在公园闹了点误会 小小明 又是你 我老闯祸 常常被人家误会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我的图书馆 飞机 你喜欢飞机 我有好多关于飞机的书 你不生气吗 没关系了 这个修一修就好了 我总是这样闯祸 这样下去 我一个朋友也交不到了 你喜欢狗龙吗 狗龙 我喜欢 我喜欢 这本书很有趣 我们一起看吧 故事时间 现在开始 在遥远的侏罗基地域 地球上生活着庞大的恐龙家族 它们统治着海洋 陆地和天空 猪猪 这一切都太神奇了 每当我看书的时候 我都会进入书的世界里 那是什么 这是迷惑龙 它就像龙房一样大 那只恐龙叫什么 这是方神异龙 我们去看下一本书吧 走 猪猪 我要转换了 走 小苗 小心 我还要再看一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猪猪 刚才好酷啊 原来和朋友一起分享故事 一个人有意思多了 你应该开放这里 这儿就像一个博物馆 收藏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哦 是哦 我可以给这里起名为故事博物馆 太棒了 你这里有漫画书啊 有一个很棒的篮球漫画系列 我一直都很想看 这么多的漫画书 找到你要的那本书了吗 刚才玩得很开心 谢谢你的漫画 简直太好看了 现在外面安全了 我要再去打毁球 好吧 拜拜 对了 猪猪 我明天再来哦 好啊 明天见 猪猪 救命啊 小苗 发生什么事了 走 这是什么地方 我看着他跑进来的 今天一定要找到他 让他道歉 小苗 出来吧 小苗 我看到你了 我不在 你找到他了吗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你们好 我是猪猪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朋友 你看到我一直穿着篮球衣的河网吗 他 他到底怎么了 ,你看你看 这都是他干的 他的球每次都不长眼镜 而且他闯了话就跑 连句对不起都没有 他想不想一起打球了 我想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他跟你们一样很喜欢篮球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篮球高手 啊哈 这是小明最爱的篮球漫画书 最近很火的哦 这个漫画太酷了 快看呀 这个家伙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 有这么好看吗 哈哈哈哈 这头牛灌篮动作跟我一样帅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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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蛛蛛 蛛蛛 谢谢你的漫画书 那我们还要找邀小明吗 他还没给我们道歉呢 对不起 算了 还是回去打球吧 下回见 小明 小明 我终于走了 啊 啊 蛛蛛 阿 你刚才不害怕吗 原来 只是没那么可怕 他们很喜欢漫画 嗯 你一样 amm masters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哦 第二 珠珠 这些卡片是干什么用的 我在上面记录喜欢的想法或语句 作为灵感的来源 这张不一样 上面有你的红眼镜 我希望拥有一个朋友 和他分享我喜欢的东西 有时我也会写下我的愿望 如果我能调起一张愿望卡片 说不定那个愿望就会实现 猪猪已经实现了 因为我是你的朋友 我开始期待能够和更多的人 分享精彩的故事 这也意味着 我的生活开始了新篇章 今天天气真好 是啊 这么晴朗的天气 就是和悠闲的散步呢 拦住朋友比赛 猪猪我们快去干吧 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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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耍赖 老大你快走 灌篮了 吵死了 我怎么灌得来来 这个人灌篮又灌不了 投篮又投不进 真是太不会打球了 看 你觉得整个球场就你会打球吗 有本事你来一个 好啊来就来 小明你可以吗 我学习了至少一千场比赛 肯定没问题 大灌篮 小明 原来他就会说说呀 你也不怎么样吗 猪猪猪我一定要学会打灌篮 好我来帮你想办法 战斧式灌篮要这么起跳 知道了下一个是挂闭口篮 你之前说学了一千场比赛就是这么学的 对啊我要赶紧多看几遍好好学一下灌篮 小明我觉得现在需要看系统的训练方法 这是公牛先生的传计 他可是传说中的金牌教练 漫画里你最爱的那位教练 就是以他为原型的呢 真的吗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不是时间现在开始 之所以称他为金牌教练 是因为他的球队蝉联八年冠军 所有人都很好奇他用了什么神奇的训练方法 哇果然是金牌教练这么多的奖杯 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了 呃公牛教练来了 教练我想跟你学大过篮 没问题 呃珠珠我们一定找错书了 他是公牛教练 当然是我 看一模一样的帅 呃 你们俩就是今天刚来的新队员吧 跟我来吧 呃教练 我们不去体育馆练习吗 不 我带你们去秘密基地 啊 大灌篮的成功秘诀就藏在其中 这套水上训练法 是根据我多年的篮球生涯所见 凝聚着我毕生 教练 我们赶紧开始吧 呃 医官称为 呃 弹高峰 练习的是弹跳力 要从石柱上 跳到对面人盘上才算通过 简单 刚好的 可以 可以 呃 呃 小瓶 快继续 让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这一关不断累的是蓝跳力 以及投篮精准度 踏得好稳 踏得好准啊 现在我们去最后一关 空中飞人 你需要借助蹦船的力量跳起来 做出木板上的灌篮动作 才能安全通过 我来帮你吧 走 小牛 小牛 谢谢你猪猪 看我的吧 这一关需要练习的是空中肢体控制力 原来是这样 这三个关卡的设计 是为了锻炼身体各个部分肌肉力量 提升灌篮的技巧 聪明 每个人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 坚持锻炼就可以掌握灌篮的秘诀 在这个秘密训练基地 公牛教练培训出了众多篮球高手 而他的训练方法 渐渐也变成了神秘的传说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我知道了 要想学会大灌篮 我们也要建造一个秘密基地 小明 公牛教练是说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 让我想想 这里可以作为第一关 那第二关的话 猪猪 一大早带我来这里干嘛 这是我们的秘密训练基地 这是第一关 永攀高峰 我明白了 小明 这一关练习的是弹跳力 加油 我不行了 跳不动了 小明 你这才刚开始 坚持一下 难办我 最强后卫 金牌教练 他们都是我的偶像 加油 小明 坚持下去 你裤子掉了 坚持锻炼 就可以掌握灌篮的秘诀 小明加油 第一关完成 但是好累啊 想不想来点清凉又解渴的东西啊 西瓜 现在还不是吃的时候 小明你看 那是我给你定制的西瓜投篮车 我知道了 这是第二关 百八百兆 是的 你要站在这个圈内 把西瓜投进篮筐里 记得投准一点 摔坏一个就要赔一个哦 珠珠 还是你来吧 这一关 锻炼的是弹跳力 以及投篮精准度 投得漂亮 看我的 皮肚都投了 有点 什么 你说 你也许多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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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多多练习才行 第二个完成 这么高 空中飞人 你需要跳起来 在空中做出一样的动作 才能成功投篮哦 记得公牛教练教你的动作哦 收复 第三关完成 杨小明啊 又来出城了 我已经学会打腕篮了 真的吗 如果你能成功灌篮 这个球场以后就是你的了 好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好 小明加油 你可以的 注意弹跳 换精准度 空中动作 大风车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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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 你太慢了 你太慢了 我以后再也不能来这里打球了 其实我们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没有想过要独占这个球场 你还是可以来一起打球啊 对啊 篮球就是要人多才好玩啊 真的吗 真的 杨小明 我们来比一场 好啊 比就比 猪猪 猪猪 我加入你们 猪猪 猪猪 你在写什么啊 今天你的故事让我有了新的灵感 所以我把它写了下来 只有掌握正确的技巧 和脚踏实地的锻炼 才能练成真正的篮球高手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听小明说 大家都喜欢在这里许愿嘛 我也去许个愿吧 我要许个愿 我宿尔每天都是儿童节 我可以天天去游乐场玩 哦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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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等许愿池修好了我们再来吧 我希望许愿池能尽快修好 大家能再来许下美好的愿望 我可以回故事博物馆 找找有没有相关的书 珠珠 不好 出大事了 马迪 怎么了 我被老板炒了鱿鱼 其实我只不过犯了一点点的小错误嘛 你放心 这个房子可是我亲自也收的 现在我丢了工作 而且又这么穷 该怎么办呀 马迪 你先别急 我想不如你先学一项新技能 然后再找一个工作 好主意 那你喜欢什么呢 我这里有好多技术学习的书 我喜欢钱 马迪 我的意思是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工作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性能 而且一名建筑工人在施工中 意外挖到一块红宝石 经中业人士鉴定 这块红宝石为稀有矿石 一下子破达轻了 啊 宝石 马迪 马迪 猪猪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我要挖宝石 等我发了财 就再也不用担心被炒鱿鱼了 马迪 矿石都藏在很深的地下 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容易 可不是一师这么知道的 猪猪 你去帮帮我吧 呃 这倒让我想起了一本书 你等等 就是这本 它是地质学家白瑞先生 世界上最大宝石矿就是他发现的 让我们一起去体验 宝石的探索之旅吧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这里就是宝石矿 宝石都在哪儿呢 矿迈都在很深很深的地下 马迪 这位就是地质学家白先生 他是这个矿场的总工程师 欢迎来到我的矿场 你们这是新来的实习生吧 是的 我们是来跟您学习挖矿知识的 白先生 快带我们去挖宝石吧 跟我来 马上就能得到宝石了 哇 红宝石 这是采矿场的控制中心 也是整个工程的大脑 所有的采矿步骤都在这里进行指挥 你们看 我们终于锁定矿卖的位置了 并且距离非常近 那还等什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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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哦 怎么还没挖到啊 我们成功啦 哈哈 可是为什么明明很短的距离 我去挖了那么久啊 你们看 这是你刚刚经过的路线还原图 哇 看来挖矿比我们想象中央困难得多 很多事看起来简单 但一路上会有很多艰难险阻 我们需要一一克福才能收获宝藏 从此世界上最大的宝石矿终于公主一室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马迪 马迪 哦 哦哦哦哦 谢谢你祝福 哦 这是帮了我大忙 不用客气 哎 哦 哦 马迪 这是怎么回事 来不及解释那么多了 快上来 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们是采矿呀 你看我现在有专业的挖掘机器了 一定可以挖到宝石 坐稳了 不 马迪 你知道矿石的具体位置吗 等我挖到不就知道了吗 我的天哪 马迪 怎么上来了 贝姐 对不起 马迪你看 这个包裹都瘦坏了 我的跑车被砸坏了 我店门口被你挖坏了 小球犀利了 猪猪 猪猪 谢谢你猪猪 不客气 对不起了各位 马迪也是无心的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恢复原貌的 那好吧 那好吧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以为只要有了挖掘机 就能挖到宝石了 还记得书中的故事吗 想要挖到宝石 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很多事看起来简单 但一路上会有很多艰难险阻 我们需要一一克服 才能收获宝藏 我错了 我总是这么着急 猪猪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当务之急 是要弥补犯下的过错 我们一起来把这里恢复原样吧 我帮你 完成 马迪 搬手 对不起 马迪 那这是我的车 你的车一修好 就要立刻把我的车还回来啊 还回来钱要加满油啊 还要记得洗车啊 贝姐 我把地面修好了 忙活了半天累坏了吧 来喝碗果树汤吧 这汤真好喝 喝完了继续干活吧 所有的修复工作都完成了 可是我多年的积蓄都被用光了 马迪 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呢 不知什么原因 许愿池突然就不喷水了 我查了很多工具书 推测应该是水管出问题了 啊 许愿池还没有修好 看来我的愿望不能实现了 修好许愿池 让大家能来安息许愿 也是我的愿望 我来帮你们实现愿望吧 我检查过了 果然是水管的问题 只要简单修理一下 就可以了 搞定 什么情况 让我去看看 如果我每天晚上都来许愿池里捞钱的话 爸爸妈妈你们看 许愿池修好了 你觉得好厉害 谢谢你 今天的故事让我明白 我们不可避免会犯错 不过只要能及时改正和弥补 也是另一种收获 有了阳光 你很快就能长大了 嘟嘟 卡卡 小明 童话小镇要开园了 后天我们一起去加油吧 好啊 我准备了好多零食 我们可以一起野餐哦 我也带着相机来跟你们拍照 哇 听起来好棒 那后天我们就在童话小镇见咯 太好了 嘟嘟再见 后天天 野餐 那我也要准备些什么才好 花开四季 处处流芳 香香花店全场打折 请进来看看吧 鲜花 对 用来装扮餐店一定很美 你好 我想买束花 买花 欢迎欢迎 我的店里有好多鲜花呢 请跟我来 哇 这里可真美 对了 你可以叫我悠悠 你想选什么花呢 我可以一一为你介绍 谢谢 我叫猪猪 选花嘛 我不是很在行 玫瑰 玫瑰怎么样 花语是永恒的爱 或者百合花呢 我想挑选一束能为野菜营造氛围的花 哦 原来如此 看我的 哇 你好厉害 这么快就做好了一个花篮 你喜欢就好了 喜欢 非常喜欢 我就要这个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我终于成功卖出去第一束花了 第一束 怎么会呢 客人们只要一看到我就不愿意买花了 快赢 快赢 我们来错地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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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又都能开花店呢 他的花会不会都是臭的呀 呵呵呵 嗯 我该怎么做 才能让大家接受我的鲜花呢 别难过 一定有办法的 嘿嘿 你的经历让我想到故事博物馆里的一本书 不如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呵 看书 嘿嘿 啊哈 也许这本书可以帮助你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蘑菇村坐落在雪山脚下 这里生活着一群拥有亮丽毛色的兔村民 他们世代在此久居 而村里还有一只与众不同的兔子 它不仅耳朵一长一短 就连身上的毛发都是黑黑的 哇哦 嘿嘿嘿 我们现在是蘑菇村村民了 耶 嘿嘿嘿嘿 快跟上 啊 森林探险可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们不跟上我 遇见狼群可没人能帮你们 啊 这里有狼群 别担心 家里是蘑菇村最强壮的兔子 只要跟着它就很安全 我们走 那好吧 瞧瞧这是谁 波比 蘑菇村里唯一的黑兔子 哈哈哈 耳朵还一长一短 你到底是兔子还是老鼠呀 哈哈哈 我 我 喂 她的耳朵一定什么也听不到 哈哈哈 嘿嘿嘿 我们走吧 不要为难她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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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蘑菇 就让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吧 我们走 啊 啊 啊 谢谢你们 听说附近有狼群 你也快点回家吧 啊 这好像有点危险吧 快点 小心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啊 你们刚刚不是还为波比出头吗 现在我才不救你们 我们走 啊 喂喂喂 快回来 啊 啊 波比 我 我听见你们在呼叫 你的听力好棒 那么人都可以听到 啊 啊 你们听到了吗 手指断裂的声音 啊 啊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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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是雪崩 那谁就要把蘑菇村吞没了 嗯 那我们赶快去通知村民们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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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崩要来了 大家请赶快撤离 啊 啊 啊 这怎么可能啊 雪崩 啊 是真的 我听到声音了 已经越来越近了 就是那边 你们什么都没有啊 你们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啊 没看到啊 我看 你就是在骗人 对 你根本什么都听不见 听不见的黑兔子 呗呗呗呗 呗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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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我帮你一起采蘑菇吧 哦 好啊 雪崩以后 大家回到村庄 重新建造房屋 伯比不再孤单 和大家愉快地相处 开始了新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伯比被大家误会的感觉 我太了解了 但是伯比用他灵敏的耳朵 消除村民对他的偏见 你也可以用你的花 证明你是一个专业的花匠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猪猪 谢谢你 如果能让大家都闻到花香 就会接受我的花了 现在出发 花开四季处处游房 你好 送给您的鲜花 哇 好美的一束玲兰花 好香啊 可以送给我一枝吗 我想要这枝百合花 当然可以 哇 海棠花 我想要这个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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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臭 母 一定是你 不 不是我 啊 竟然是臭药 喂 快点下车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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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快过来 妈妈 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它呢 因为我们都闻到那个味道了呀 那是我刚刚不小心放的屁 啊 啊 啊 珠珠 详 谢谢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给大家送花 可就算是免费都送不出去 你别难过 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总会有办法的 谢谢你安慰我 也许真的没有人会享受又美花 有有 珠珠 原来你在这里呀 小明 发生什么事了 恐怕小镇出事了 什么 因为这场暴雨 那里的布景都被重毁了 我们快去看看 您好 请问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 是啊 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童话小镇吗 我刚刚定了新的律址 说要十天以后才能运动 可是明天就要开园了 该怎么办呀 这么久 我有一个好主意 能帮忙修复童话小镇 别关门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你有这么多的花 童话小镇有效了 哇 这太不可思议了 珠珠 你用这些花装办了整个童话小镇 多谢你 不是我了 是我的朋友游游 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花匠 是你 是你 你们认识 公交车上见过 对不起 之前我太没有礼貌了 没关系 多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个忙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童话乐园 开门了 开门了 这里太美了 太美了 太棒了 真漂亮 我们要学会积极的表现自我 让大家看到自己最优秀的那一面 才能走出困境 迈向理想的彼岸 飞起来 飞起来 又失败了 再试一次吧 对不起 我的球把你的缝纸都踢下来了 没关系 我已经放好多次了 还没有成功呢 红眼镜 你就是神奇的红眼镜珠珠 叫我珠珠就好了 太好了 我刚好遇到一个难题想请你帮忙 我叫小巴 我很喜欢踢足球 下个月有城市足球选拔赛 要是赢了就可以进足球队了 可是 怎么了 选拔赛和数学竞赛是同一天 我爸妈一直期待着 我能够捧回人生第一个数学竞赛的冠军奖杯 我要是不去的话 他们肯定会伤心的 一边是自己的梦想 一边是父母的期望 我们时常会遇到 两边很难兼顾的状况 难以抉择 我想到了 故事博物馆里的一本书 和你的情况很像 应该可以帮助你 你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看书 好吧 找到了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米勒是一名军医 可他的心中 却一直有个蓝天梦 他渴望能当上飞行员 亲自驾驶着飞机 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我现在是修理飞机的机械师了 我现在是军医米勒了 真希望能像队长那样 驾驶飞机冲向蓝天 当前时速三百千米每小时 继续保持低空飞行 那么热爱飞行 不如去考飞行执照 然后成为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医生 从小到大被家人寄予厚望 将我培养成一名医生 我也不想辜负他们的期望 或许你可以做一名飞行医生 驾驶飞机到世界各地治病救人 这样两个愿望都可以实现了 有人吗 听到请回答 队长 我们在 请问什么事 我遇到了雷暴 飞机严重受损 被迫降落在身上 坐标三一四 交五球 米勒 赶紧联系总部 前来支援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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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队长当前位置 距离总部非常远 营救部队至少要三天才能到达 现在我们距离队长的位置最近 就由我们去执行救援任务吧 我们 可是我没有飞行执照啊 你不是一直很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吗 那就把这次任务当作考核吧 小心 飞机起飞需要达到两百千米每小时 一百 一百五 两百 起飞 是你们 米勒 你会开飞机 其实我在模拟机上练习很久了 它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胜任飞行员 是吗 回去以后我们就给你进行考核 恭喜你 你现在是一名真正的飞行员了 后来他们每天都迎着梦想乘风启航 飞往世界各地给伤患带去希望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我明白了 我需要证明自己 数学和足球并不冲突 我的足球梦可以实现 猪猪 谢谢你 我一激动就控制不了手上的戏盘 小包 你去哪儿 我要和父母谈一谈 我喜欢足球 但我也不会放弃数学 这两个我都想做好 对了 猪猪 风筝只有在高空才更容易飞行 你要试着把线放得更长一点 谢谢你 小包 爸爸妈妈 我有一件大事要跟你们宣布 什么大事 我准备参加下个月的足球选拔赛 可是你还要好好准备数学竞赛啊 可不能分心哦 我不会放弃数学的 这两个比赛我都会参加 虽然是同一天时间上有冲突 但你们相信我都会成功的 小包你看 数学竞赛想要得到冠军的概率是三百分之一 而入选足球队的概率是千分之一 如果你两个都要参加的话 同时成功的概率为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零 接近于百分之零了 宝贝 数学对你来说将会是一条更容易的路 我只是希望你们能支持我 我算了好多遍 果然两项比赛都能成功的概率真的很低 或许我爸妈说的是对的 小包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通过计算来决定结果的 眼下距离比赛已经很近了 如果不全力以赴放手一搏 怎么能知道最后的结果呢 距离比赛时间还有二十八天零六个小时 三十二分四十五秒 我要利用好这段时间 向父母证明我自己 哎哲得 哎 hh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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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巴最近很是用功 又练足球又练数学的 看来他是认真的 足球比赛两点一刻就开始了 我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做完 考题比想象中的还要拿 我要加快速度了 考试刚过了一半时间 你就做完了 老师 我先走了 再见 爸妈 走 我们带你去足球场 你们同意我去参加足球赛 你不是说我的胜率很低吗 根据你这段时间的努力 成功的概率提升到了49% 但是我们都希望结果是100% 小巴加油 你是红眼镜猪猪 叔叔阿姨你们好 叫我猪猪就好了 听小巴说 你帮了他很多忙 我们要多谢你呢 没有了 小巴他自己很努力的 小巴他们最金球了 1比0 只要能保持领先到最后 小巴就能赢了 胜率已经越来越高了 小巴 不放 放轻 交给我 女儿可真棒 你看 那么极限的球都被他截下了 小巴的手吸住了足球 如果持球超过六秒 裁判就要给他警告了 小巴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小巴在禁区外用手碰到了足球 被判定故意守球 那会怎么样 是点球 只会这个球进了 那小巴就很难入选城市足球队了 这 小巴 相信自己可以百分之百守住球门 加油 来吧 我可以的 来 方向太明显了 什么 假动作 假动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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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爸爸妈妈 我能加入城市足球队了 你们会支持我继续地球吗 嗯 宝贝 我们支持你 百分百支持呦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我们也爱你 宝贝 谢谢你 猪猪 恭喜你小巴 向自己的梦想又迈进了一步 嘿嘿嘿嘿 本次数学竞赛的冠军是 小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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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咯 哇 好高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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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猪猪 你的风掌终于成功放飞了 大妈 我们也来放吧 哦 哦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我们不被外界看好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事用努力拼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让我们乘着风勇敢地去追梦吧 火车站人好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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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偷驾去了 我要去捡水 我要在沙滩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 是漫画书吗 不是哦 我带的是一本关于世间的科幻故事 听起来好有趣 我也要看 好啊 猪猪 小明 你们俩快点了 要快到达海边 我的假期才能越早开始 那是什么声音 那应该是刚刚开通的超级列车 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火车 那我们也能向这 休等一下 就到目的地了 想笑 我们赶紧去买票吧 好啊 抱歉 各位旅客 正值出游高峰期 今天所有的超级列车 均会晚点 请大家耐心等待 全部晚点 这要等到啥时候啊 没关系 我们还能坐别的车次呀 我可喜欢坐老火车了 怎么没有别的车次啊 猪猪 你说的老火车 是那样吗 新闻里说了 车站站长 要将所有的车都淘汰 只留下超级列车 淘汰 老火车能够运营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旅客滞留了 等时间一到 就把老火车 拖去报废中心吧 请进 站长 你好 我是猪猪 你好啊 这位旅客 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 请问 为什么要将老火车淘汰呢 其实我也舍不得 但我不得不淘汰它了 老火车的运行速度 早就落后于现在的标准 已经不够快了 可是站长 老火车虽然慢了点 但外面还有那么多的旅客 不用担心 只要超级列车一来 所有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嗯 站长 我希望老火车被拖走前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故事 或许你会有新的想法 那好啊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欢迎来到时间博士的奇妙事件 他是一位热衷于研究时间的专家 在他的实验室里每天都会发生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现在是时间博士了 你是新来的实习助理 你的实验室好有科技感 我也要把车针打造成这种风格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能看见里面有幼苗 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态模拟系统 成功以后可以解决很多环境污染问题 哦 好酷啊 这是正在研发中的时间手表 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控制时间 哦 还有香蕉呢 这可是我们的实验道具 今天的实验内容是 加速香蕉的成熟 将原本所需的一周时间加速到五秒 时间加速实验第一天零九十九次 现在开始 哦 太神奇了 香蕉这么快就熟透了 恭喜你故事 你终于成功了 嘿嘿 不好意思 我又迟到了 这是我的助手 这是新来的实习生 不是 我们赶紧用时间手表来加速这个实验吧 你知道吗 完成这个计划需要二十年 但是现在可以立即完成了 现在还不行 时间手表的功能还不够稳定 我需要去更新数据 你们开始准备下一次的实验吧 哦 哦 我是说过手表的功能还不完善 你不懂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 哇 时间果真加快了一周 我还要再加快一点 快停下来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我得去告诉博士 实验成功了 不 我的天哪 对不起博士 我只是想让我们的实验能够快点完成 你应该明白 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博士 我错了 我变得这么老没办法给你当助手了 不是没有机会 对 时间手表 还有逆转时间的功能 我又变年轻了 不是 谢谢你 时间手表的逆转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能量 这也是我之前说过需要完善的地方 博士 对不起 我毁了你的发明 虽然代价很大 但希望你能够记得这次教训 以后不能再这么轻率了 助手离开了实验室 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时间博士和实习生 也重新开始了时间手表的研发实验 不知下一次他们会历经怎样的冒险呢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这本书挺有意思啊 快 博士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是啊 慢也有慢的优点 就像老火车 现在虽然速度慢了 但它有别的好处呀 就像车窗外那些美丽的风景 需要慢下来才能好好的欣赏 当年我还是列车员的时候 就是驾驶着这辆老火车 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珠珠 多谢你给我分享的故事 我决定了留下老火车 好耶 可是老火车现在无法开动 需要修理一下才行 站长 还有十分钟超级列车即将进站了 太好了 列车进站后尽快安排旅客上车 另外老火车不用拖去包废中心了 马上安排人员进行修理 好的 站长 珠珠 我们去看看老火车吧 小明 马迪 等老火车修好了我再出发哦 珠珠 我们走超级列车 肯定会比你先到的 我们海边集合 珠珠 老火车修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火车驾驶室呢 这个就是老火车的动力装置 当年可风光了 喂 什么 不好 前方路段遭遇雷电天气 电路被雷击切断 超级列车没法开动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啊 站长 我记得老火车的引擎前引力 创造了当年最高纪录 是啊 它的动力很强 还作为货车运营过一段时间 啊 我明白了 我们可以用它来拖动超级列车 可是 不知道能不能拖动呢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你说得对 大块头 冲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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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算时间 穿越过这条隧道 应该差不多就到了 啊 啊 你们看 是猪猪 可以的 大块头 老火车 加油啊 老火车 你太棒了 我们到了 我就知道 猪猪一定可以的 天哪好慢哪 我的假期 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啊 马迪亚 你快看 怎么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车外的风景这么美 我的假期终于开始了 我决定 老火车作为旅游慢行专线 从今天开始 正式开通 太好了 我们的生活总是充实而忙碌 有时也需要放慢脚步 去欣赏美丽的风景 感受当下的美好 我好饿呀 去贝姐那儿吃饭喽 大家都急着去哪儿啊 嗨 猪猪 欢迎光临 贝姐 我想要一份招牌果蔬汤 好的 再搭配一份草莓甜点 对不对 谢谢 怎么菜单一直都是老样子啊 最近没有新菜吗 我的菜单已经用了这么多年 上面所有的菜品都是无可替代的 贝姐 你这套已经过时了 对面那家新餐厅 每天都有新菜品 你们看 哇 好丰富的菜单哦 哼 只是看起来很精致而已 谁知道好不好吃呢 我这道招牌果蔬汤 用了五十二种原材料 历经十八道工序熬制出来的 大家都很喜欢 对吧 猪猪 嗯 我还是去对面排队吧 啊 啊 自从对面新开了一家餐厅 大家都不爱来我这儿了 哦 原来大家是急着去那家啊 这个角度排好好看 大家都喜欢这种装修风格 啊 贝姐 那是什么 那是美食协会 给最受欢迎的新餐厅 颁发的五星荣誉 我当年都没得到过 看来我也得行动起来了 我要学新菜品 可是我该做什么菜呢 可是我该做什么菜呢 我在顾时博物馆里看过一本书 Gabби川 underarea 一道菜品征服所有人的心 我们可以回去找找 芝芝 还是你有办法 找到了 这就是厨神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这里名叫美魏港湾 是天下美食的聚集地 也是厨神的家乡 七彩丸子的传奇故事 便从这里开始 不愧是厨神的家乡 到处都是美食 厨神就在那儿 欢迎欢迎 两位新来的客人 你们喜欢什么口味啊 我喜欢草莓味 我想吃酸酸的 好嘞 这位客人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我想要苦味 苦甜酸 今天的挑战有点意思 听说一道七彩丸子 它能做出一百种不同的味道 不管什么口味 它都能做得特别好吃 我就想看看 查验是不是真的 好娴熟的手法 好厉害 好厉害 欢迎品尝今天的七彩丸子 好奇妙的感觉 苦瓜的苦味中 带着一股草莓的清甜 而且清甜中 又有柠檬的酸爽 总而言之太好吃了 明天又再来哦 有这么好吃吗 是我喜欢的草莓甜 也是我想要的酸味 这丸子太好吃了 老板你有什么独家秘诀吗 这道菜之所以能大受欢迎 是因为我经常会挑战不同做法 更换新的口味 我一定要学会这道菜 出神的餐厅 几十年从未停止营业 美味百变的七彩丸子 被食客们传到世界各地 成为一道传奇菜药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只要我学会做这道七彩丸子 客人们就能回来了 猪猪 多谢了 不用客气 猪猪 看我新装修的怎么样 是不是很时尚 嗯 真的很不一样哎 来帮我打下手吧 哇 我打算明天就推出这道七彩丸子 这么快 当然 我要赶在对面餐厅推出新品之前 抢占先机 哦 珠珠对不起 嗯 没关系没关系 时间不多了 我得多试几次 嗯 新品七彩丸子 欢迎进店品尝 要不要尝一下 哦 哇 终于有新品了 我来试试 欢迎进店品尝 快来尝尝这款七彩丸子吧 哦 哇 好期待啊 刚好饿了 好了 嗯 只是做得有点着急了 但我保证 是你们从来没吃过的味道 哦 哦 我突然又饿了 要不你先吃 嗯 你先来的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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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了 大家都有份 呐 呃 呃 呃 果然是从来没吃过的 又甜又酸又苦 呃 呃 太难吃了 我还是再去对面排队吧 呃 哦 哦 哦 哎 真有那么难吃吗 哦 我还是太着急了 七彩丸子 哦 之所以能成为传奇 是因为厨神坚持做这一道菜很多年 就像你的招牌果蔬汤一样 是啊 果蔬汤曾经也是大家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可现在大家都不喜欢了 我还是很喜欢啊 每次喝果蔬汤 我都觉得心里暖暖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贝家餐厅的那天 哦 还好说没有淋湿 哦 哇 哎 快快来坐好 这是你们点的果蔬汤套餐 另外 还有你们俩最爱的芝士菊饭 谢谢 哦 哦 嗨 这是我们店的招牌果蔬汤 送你一份尝尝吧 谢谢 你淋了雨 快趁人喝吧 哇 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汤 一口下去觉得心里暖暖的 嘿嘿 嘿嘿 哦 哦 呢 这样就不会淋湿你的书了 嗯 谢谢 不用客气了 贝家餐厅也是所有人的家 我相信大家还会回来的 贝姐 你还记得厨神说过的秘诀吗 啊 我认为我经常会挑战不同做法 更换新的口味 是啊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果蔬汤 怎么可以放弃呢 我要做的是新口味的果蔬汤 嗯 啊 我们可以将七菜丸子的做法 和果蔬汤结合起来 啊 哦 这道新菜可以叫做彩虹果蔬汤 好主意 猪猪 还是你有办法 嘿嘿嘿 我现在就去做 贝家餐厅推出新品菜肴 谁想第一个品尝呢 啊 啊 他去试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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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新品果蔬汤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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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现在就完成了 filtel 啊 啊 原有的味道上又加入了酸辣味 太爽了 贝姐 我还要一份 好的 稍等哦 新品彩虹汤果然不错 口感变得更加丰富了 你们喜欢就好 以后我会定期推出新品的 好耶 猪猪 贝姐 我也要一份彩虹果蔬汤 好的 稍等哦 太好了 贝姐 客人们都回来了 谢谢你的帮忙 猪猪 爷爷奶奶 欢迎光临 喝一口果蔬汤 心里暖暖的 这碗热腾腾的汤提醒我 在前行的道路上 要一直记得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出发 最终我们会享受到 梦想实现的美妙滋味 哦 流星 灯光再往后一点 好的 好 这样就OK了 终于可以好好玩游戏了 流星 舞台都布置好了吗 放心吧 奶奶 话筒测试过了 灯光也调试好了 猪猪 多谢你的帮忙 今晚的才艺表演秀 你准备表演什么呢 我准备表演 讲故事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 奶奶 你不是一直听戏曲的吗 现在也开始听流行歌了 这是最近很火的一位神秘歌手 没有人知道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我们都只能从电台里听他的歌 我就说上次爷爷没修好 刚好唱到了我最喜欢的部分 没关系的 奶奶 我带回去帮你修一下 谢谢你 猪猪 期待你晚上的表演呢 再见 这下应该可以了吧 这里简直就是输的海洋 修好了 你好呀 对不起 吓到你了 我叫小夕 我是猪猪 我刚刚没看到你 你会隐身啊 好酷啊 才不酷呢 因为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变色功能 就像这样 哇 从小到大 隐身给我带来很多烦恼 同学们 下周的音乐剧演出 有哪位同学想报名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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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有你 老师 我 好可惜 小夕今天不在 她唱歌挺好听的 每次我想要表现自己的时候就会紧张 然后就隐身了 如果都不能被大家看到 我还怎么展现我的才能呢 我听邻居朋友们说 你有很多办法 我希望你能帮帮我 隐身 我这里有一本书 是关于一位魔法师的故事 应该能够帮到你 跟我来 故事时间 现在开始 在遥远的魔法大陆 有许多学习魔法的人 而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魔法师 必须通过一场特殊的考验 现在 我是魔法师雷登 你是我的学生李德 哇 我会魔法 你很有天赋 短时间内 就学会了很多高阶魔法 是我最聪明的学生 魔法力量 一飞冲天 炙热火焰 凌雪风霸 哇 我们这次来光明镇 是因为最近有一只怪兽 常常来捣乱 有怪兽 看我用魔法打败他 这也是你的进阶考验 只要你能完成这次任务 魔法牌就会被点亮 你就能成为一名魔法师了 哈哈 我等不及了 当我的魔法牌亮起来的时候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 见证我的英雄时刻 那是什么 原来是秘义龙 他到处想夺亮晶晶的东西 我们快跟上 糟糕 他夺走了光明石 如果在明天太阳升起之前 我们还没找回来的话 这里将永远被黑暗吞噬 不用担心 我们去把宝石找回来 看 光明石在那儿 现在看我的了 魔法力量 一飞冲天 小心 好险 魔法力量 炙热火焰 魔法力量 冰雪风暴 你什么 小心 不要和他硬碰硬 记着 专注于你的任务 是的 光明石才是我的目标 紫翼龙能够看穿我的招式 所以我才过不去 我知道了 魔法力量 隐身 魔法力量 魔法力量 雲龙 来追我呀 我在这儿呢 隐身 任务完成 我们快把光明石还回去吧 等一下 魔法力量 变形 这样 紫翼龙就不会再回去捣乱了 这是什么魔法 我也要学 这是变形术 以后我会慢慢教你的 太感谢了 两位魔法师 你们成功拿回了光明石 太感谢了 你们成功拿回了光明石 太感谢了 两位魔法师 恭喜你 通过考验 现在你是一名真正的魔法师了 耶 我成功了 耶 我成功了 只要你足够专注于所做的事 你的光芒会没看到的 嘿嘿 魔法力量 隐身 哇哦 好厉害呀 嘿嘿嘿嘿嘿嘿嘿 就这样 李德通过了进阶考验 他和雷登也将踏上新的冒险旅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这个故事好酷 我们用智慧战胜了恶龙 魔法力量 隐身 可是 我跟书里的魔法师不一样 我只有在紧张的时候才会隐身 我无法控制他 我一直在渴望着我的舞台 而机会一次次将我去之门外 当你紧张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你正在做的事情 我想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足够专注于一个目标 我们就会被看到的 专注于一个目标 小夕 你有什么想实现的目标吗 我喜欢唱歌 也写过一些歌 我一直希望能够站在舞台上 面对面给大家表演 舞台 我知道一个完美的地方 今晚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故事 不过不是由我来讲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小夕 我 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她 这里就是你的舞台了 放轻松 等等 猪猪 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台上唱歌 加油 人哪 这难道是魔术表演吗 小夕 紧张也没关系的 集中注意力在唱歌上 你可以的 我 只要你足够专注于所做的事 你的光芒会被看到的 嗯 不要想太多 集中注意力 我一直在渴望着我的舞台 他在哪唱呢 可你 你觉不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啊 是在哪里听过 哎 没人看到我的存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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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那位神秘的电台歌手 好好鼓的声音 好好鼓的声音 光芒万丈 哇 哇 唱得太好听了 我还要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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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听 小夕 你的表演太精彩了 恭喜你 谢谢你猪猪 你帮我神仙了梦想 嘿嘿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其实我早就听出来 你就是那个电台歌手了 小夕 之前我只能在电台里听你唱歌 今天终于听到现场了 你能帮我签个名吗 当然可以 欢迎你以后常来参加我们的表演秀 好啊 这里可是我第一个真正的舞台 太棒了 我在这儿 我明白 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 尽管才能各不相同 但我们都会一种魔法 那就是 只要能够专注于我们的目标 我们就会光芒万丈 被所有人看到 薰衣草是我的最爱 悠悠 这盆放到哪里呢 就放在这里吧 好吧 太感谢你了 猪猪 没有你的帮忙 我肯定来不及布置 不客气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嗯 还真的有 我想学习如何制作香水 你有这方面的书吗 啊哈 故事博物馆里有一本书 应该能帮到你 太棒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 故事博物馆吧 哇 这么多的书 这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我都是按照类别排放的 找起来很方便 对了 你为什么要做香水啊 这周我爸妈会来看望我 到时候会一起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他们都喜欢钓鱼 相遇在美丽的海边 他们还不知道我开了花店 所以我想用自己种的花做成香水 作为结婚周年的礼物送给他们 好浪漫 香水的书应该就在这层 找到了 这是法国最著名的香水王子传记 里面记载了详细的制香方法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嗯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香水王子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制香大师 他的香水能够符合所有人的心 许多人都慕名前往 向他学习神奇的制香方法 这里就是香水王子的薰衣草庄园 哇 我也希望能够住在这样一大片花田里 哇 这间工作坊是香水王子的家族传承而来 哇 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哇 好香啊 哇 窗外吹进来的是我最爱的薰衣草香 嗯 壁炉里是燃烧过后的檀香 哇 连桌面都渗出了各种花香味 哈哈 bravo 你的嗅觉非常灵敏 很有志向天赋哦 谢谢 您好 我们是来向您学习香水的制作方法 哈哈哈哈 两位尊贵的客人 欢迎光临 我很乐意向你们演示香水的制作过程 请随我来吧 是 哇 好神奇啊 香水就像梦想 想要实现它 首先你需要极大的热情 哇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过程 你需要足够的努力和付出 嗯嗯 嘿嘿嘿 好 香味会告诉你 你正在一步步迈向成功 哇 好香啊 这是完成了吗 不不不 现在的完成度为百分之九十九 加上百分之一的调香技巧 你的香水之梦就会完全实现 香水王子 怎么才能调出最完美的味道 最重要的配方 是对方心里真正喜欢的东西 然后 六 一击击中 哦 薰衣草香 我的最爱 我也被击中了 啊 嘿嘿嘿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原来做香水这么神奇 珠珠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哇 嘿嘿 sight 嘿嘿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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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店 爸 妈 儿子 好久不见 儿子 你身上什么味道啊 是花香 对了 这是我的好朋友珠珠 游先生 游太太 你们好 珠珠你好 你的眼睛好可爱 谢谢 对了 这是我开的花店 你一直说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是开花店 是啊 我喜欢花 喜欢香味 开花店就是我想做的事 可是儿子 我们是臭药啊 白鱼滩是我们的家族事业 从你爷爷的爷爷就开始了 我妈从来没做过别的事情 更没有开过花店啊 可是 这不代表我不能开啊 游先生 游游的花很受欢迎的 我们都很喜欢 你们看店里还有很多花呢 爸妈 快进来看看吧 是 游游 礼物 对 爸妈 你们结婚中 您纪念日就要到了 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 好 谢谢儿子 这是我用花店里自己种的花 做出来的香水 这个味道 爸 你 你还好吗 爸妈 我晚上还准备了一桌大餐 我们下次 再来 儿子 抱歉 我们可以明天再吃晚饭 拜拜 就像你说的 他们一直生活在海边 也许一时还不习惯吧 我没事了 珠珠 要不我们再做一次香水吧 嗯 可是 要怎么做才能送出这个礼物呢 嗯 啊 也许 这世界上 确实有人不喜欢花香味的 该怎么办呢 啊 最重要的配方 是对方心里真正喜欢的东西 然后 一击即中 对方心里真正喜欢的东西 啊 啊哈 我想到了 哈 猪猪 猪猪 你看 这是大海的味道 对 香水王子说 最重要的配方 就是对方心里喜欢的东西 所以这才是最适合 送给我爸妈的礼物 谢谢你 珠珠 不客气 可是我总觉得 这些香水的味道 还差了点什么 海水 海藻 沙滩的味道都有了 对了 还有海边那些花的味道 是这个味道 不过我还是不确定 他们会不会喜欢 试试看吧 我陪您一起去 好 昨天我们俩就那么走了 儿子应该很伤心吧 我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一闻到那个味道 我就忍不住打喷嚏 开花店对臭幼来说 多不容易啊 我担心他会受好多委屈 那是儿子的梦想 他还亲手做了礼物 我们都没有收 收到那瓶香水 我又想起那个味道了 爸 妈 儿子 尤先生 尤太太 这是游泳为你们准备的惊喜 游先生 这次不一样咯 这是 和我们当年相遇时一样的味道 其实我也准备了礼物 等忙完了 我们出去旅行吧 太好了 爸妈 结婚祝您快乐 我还是能闻到你花店的味道 你说过薰衣草是你的最爱 是吗 嗯 你家的分量刚刚好 这是完美的礼物 儿子 谢谢你的礼物 也谢谢你的好朋友 猪猪 哦 比起给予别人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如去了解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理解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天气真好啊 春天就要来了呢 蝴蝶的一生会经历四个阶段 卵期 幼虫期 勇期和成虫期 有些蝴蝶需要树竹的时间才能破茧而出 看来你正好能赶上春暖花开的时间 猪猪 小企 猪 猪猪 你终于来了 我以为你从来不会离开南极 看 我还保留着你寄给我的明信片呢 真的吗 猪猪 这些你都保存着呢 你觉得我可真开心 可是现在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我想也许你能帮助我 大麻烦 你知道我曾是南京最受欢迎的画家 画得真美呀 可是现在没有人愿意看我的画了 馆长抱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再喜欢我的作品了 小琪 你对我们画廊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我觉得你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 下次画展的主题是四季 这也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失败了 我们就要另请一位画家了 猪猪你看 这是我新画的四季 冬春夏秋 你觉得怎么样 这些画看起来都很像 我想你可以试着画出每个季节的独特之处 独特之处 你是说春天到处乱飞的柳絮和花粉 就在刚刚来的路上我就过敏了 我还听说夏天热得不得了 根本不能出门 还有秋天 常常下雨刮风 还是冬天最舒服啦 看来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南极 其实春夏秋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该怎么说给你听呢 嗯 我想起来故事博物馆里有一本关于四季使者的书 四季使者 书里说在一个遥远的国度 有一位掌管四季的使者负责大自然里季节的变换 找到了 这本书可以让你感受到各个季节的美景 好神奇啊 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公使时间现在开始 在遥远的气候岛 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十分迷人 神奇的是不同季节之间的变换 是由一个神秘的职业来完成 他们被称为四季使者 现在我们是四季使者啦 现在是冬天哪 啊哈 我最喜欢冬天啦 什么声音 这是四季时钟 看春天就要到了 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哦 哦 嘿嘿嘿 哎 嘿嘿嘿 哇 春天有碧绿的草地和五彩缤纷的花朵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色彩 让我来画一下花朵 就这样四季使者挥动着他们的画笔 春夏秋冬在他们的手中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生命不止 四季好有趣 有这么多好看的颜色 是啊 我很喜欢旅行 就是为了看到各地不同的风景 我有灵感了 对不起 祝祝 等我画完了你再来看嘛 啊哈 完成 哇哦 好有仪式感 请欣赏我的全新画作 四季系列 噔噔 冬 吹 夏 秋 哦 这个嘛 色彩更丰富了 但是这些看起来还是像冬天 怎么办 我肯定完成不了四季化展了 咱们 小琪 你看 蝴蝶破茧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刚刚破茧的蝴蝶 哈哈 哦 嗯 走 我带你去体验真正的四季美景 猪猪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 我平时可喜欢来这里了 你看 宁春花开了 柳絮也发了芽 樱花也绽放了 是不是很有趣 夏天还更好玩呢 可是夏天还有很久才来吧 也不是哦 不同地方所处的季节也是不一样的哦 这里的水居然是暖和的 夏天真好玩 猪猪 我们现在去哪里呀 我带你去感受秋天 小琪你看 这些叶子的颜色好漂亮啊 秋天的树就像我失去灵感一样没有了生机 这其实是大自然的规律了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这些落叶落入土中变成养分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又会长出新的叶子来 所以我不是灵感枯竭 而是正算变化 我该怎么变化呢 我想你可以换一种角度画画 把你体验到的不同季节的感受画出来 画出我的感受 我要回南京好好练习一段时间 为下次的画展做准备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到时你一定要来参加哦 好啊 我以为他不会再看画展了呢 因为他的画作运质都是一样的 大概是的这次画展没有信心吧 看 只有一幅画 还是和以前一样都是冰川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这 这 抱歉 我迟到了 没有 时间刚刚好 奇妙四季主题画展 现在开始 画的都是我们在旅行中看到的风景 请问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灵感啊 为了这次画展 我去了很多地方 填了各个季节的媒体 谢谢你 猪猪 是你带着我去感受了真正的四季 才能让我画出完全不同的作品 不用客气了 我们是朋友嘛 小奇 这次的画展太棒了 小奇的画展获得了空前成功 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感受四季美景 当我们遇到困难 当我们遇到困难停止不前时 我们需要去见识不同的风景 视野会变得更加宽阔 猪猪 你的信 谢谢 猪猪 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 我再收起更多的灵感 等我再次办画展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哦 好香啊 好可爱的咖啡馆 你好 欢迎光临 给我来一杯招牌摩卡 加双份奶油 三倍糖 四份巧克力酱 哎哟 丫头又犯了 一直喝太甜的 也不健康哦 要不我推荐您一款新品吧 有新品吗 这是隐藏菜单哦 红茶 绿茶 青茶 白茶 五龙茶 茶 一切没喝过 我还是要摩卡吧 好的 先稍等 你好 我想要一杯茶 你要喝茶 哪一款 红茶还是绿茶 要不来一杯我独家研制的春日红茶吧 嗯 好 太好了 终于有客人给茶了 快快来这边坐 你好 我叫佩佩 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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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可爱 我叫猪猪 卡卡 我们来研究一下美食节上要准备的菜单 店长 你又在给客人试茶 我不是告诉过你 这里没人喜欢喝茶的 有啊 就是他 店长 如果能够把茶添加到菜单上 让大家都能看到 肯定会有更多人喜欢上喝茶的 这样吧 如果明天的美食节上 你的茶能够得到客人一百个好评 我就答应你的要求 好的 一言为定 那我先去准备美食节上的东西了 太棒了 珊珠 你来尝一下 谢谢 哦 闻起来不错 我可以喝一杯吗 好啊 吧 咔rum 哇 呃 真的冲赶 哦 我再给你倒一杯吧 南 呃 呃 好 уг 有点苦 看来是真的不好喝啊 那我要怎么才能得到一百个好评呢 我的故事博物馆里 有好多关于茶叶的书 可以给你一些灵感 那我们看看吧 这里就是我的故事博物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们太兴奋了 你这里好多的书啊 其中有好多茶叶的书 因为我平常也喜欢喝茶 这些都是关于泡茶方法的 望景望景 原来世界上 还有这么多种泡茶工艺 跟我从小学习的完全不一样 那有看到 对你有用的方法吗 茶的泡法十分讲究 我一般都不敢变动 就算我试着改变其中一个步骤 结果就一定会好吗 有时候 我们短时间内取得突破 确实不容易 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起了一本书 讲述的是 两位设计师如何突破自己 获得成功的故事 应该会给你带来启发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设计师小白和裁缝瑞德是一对好搭档 希望自己设计的服装能够风靡整个精灵国 好热闹呀 这里就是精灵国了 我是裁缝瑞德 你设计师小白 看 这些都是我们设计的衣服 欢迎欢迎 哇 这种面料摸起来好舒服啊 可颜色也太单调了 我喜欢五颜六色的衣服 我有一个好主意 我有一个好主意 可以借你的鲜花用一下吗 好的 真好看 我从没穿过这么美丽的碎花裙 不 我不要了 客人们觉得颜色单调了 但是花粘上去又不牢固 卡卡你看 因为大家喜欢丰富的颜色 那我们在布料上印上漂亮的图案吧 哇 我们只是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 就能取得这么大的突破 哈哈哈哈 好漂亮的花维 就这样 小白和瑞德的衣服 在整个精灵国流行起来 两人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服装设计师 specifically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设计师们在面料上加上一点色彩 就做出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 是啊 一点小小的改变 就能带来大大的突破 一点小小的改变 我知道了 我可以试着在茶里 加上不同的调料 就能改变茶的味道 我们快去试试吧 我不要帮忙 你们啊 不给我添乱就算帮忙了 弟弟们 吃蛋糕咯 好 吃蛋糕吃太棒了 好了 尝一下 还是有点苦 又太淡了 好酸呢 太甜了 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 都不行呢 怎么办 你们也就吃完了 快玩给我 小心啊你们 好好喝 原来用水果 可以减少茶的苦味 我们快来试试 好 提供接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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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起来有水果的甜味 又保留了茶的清香 而且用水果更加健康 这就是书里所说的 一点小小的改变 就能带来大大的突破 这款新茶 我就叫它卡卡水果茶 好 明天的美食介绍 大家肯定会喜欢的 卡卡水果茶 新鲜又香甜 来一杯果茶吧 你们干什么 困难困难 不好意思 弟弟们太调皮了 请您喝一杯果茶吧 你家的茶 不了不了 这是新口味的茶 一点都不苦哦 是吗 甜甜的 还有那种清香 我还要再来一杯 好的 请稍等哦 喜欢的话 给个好评吧 终于拿到第一个好评了 果茶 好像不错的样子 变成啊 看来给你定下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是啊 一百个好评早就完成了 你可要说话算话哦 那当然 我现在就回去换新的菜单 而且我会把果茶作为这一季的主打新品 太好了 今天的故事让我明白 有时候我们想要突破自己没有那么容易 但我们需要鼓起勇气 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 让心愿实现 好 猪猪 卡卡 这是我特别为你做的 谢谢 哇 草莓的酸甜 茶的清香 是草莓果茶 猪猪 这次真的要多谢你 猪猪 不要吃弟弟们了 猪猪 猪猪 卡卡 猪猪你看 星空舞台开放了 是什么特别的演出吗 是专门为福利院的小朋友们举办的慈善一眼活动 周末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呃 好啊 太棒了 那我们演一出舞台剧吧 呃 我们演 等等 剧本我早就写好了 我演公主 你演骑士 我们一起拯救绿光森林 不是 我 时间很紧张 你先熟悉一下剧本 我去报名 明天我们就开始排练 就这么说定了 拜拜 可是 我以为是去看演出 要是上台表演的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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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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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谁 我 我是你的紧张情绪啊 你紧张的时候我就会出现 呃 你 你别靠近我 呃 呃 别跟着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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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害怕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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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好好跟他学习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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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到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表演 所以我就会紧张的说不出话 这太正常了 大家都会这样 包括我 您也会紧张吗 当然 今晚是我第一百九十九次上台了 我现在就很紧张 呃 不过我有小诀窍 先来一个深呼吸 接着做几个放松动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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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对自己说我是最棒的 呃 呃 呃 我明白了 把自己当成角色 然后放松的去演绎 美丽的公主 这是您掉入水中的金球 滚 谢谢你 小青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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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公主 感谢你为我解除了魔咒 呃 呃 红先生是画作舞台上一段传奇 也是人们心中永远的青蛙王子 好 明天排练时就试一下大事的办法 我是绿缸森林的公主 可是我的家园被安影魔王占据 生机勃勃的森林被沙漠吞噬 为了拯救家园 我必须夺回我的魔杖 呃 呃 呃 安影魔王的魔法太强大了 哦 卡卡演的好棒 珠珠 赶紧上场了 哦 把自己当成角色 然后放松的去演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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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猛王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呃 还有一句 糟糕 忘记台词了 你看 我就说过会出错的吧 又是你 珠珠 你在和谁说话 我好紧张 好害怕 我们不要再演了 深呼吸 放轻松 放轻松 珠珠 你是最棒的 珠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想起来了 绿光森林 终将被我们拯救 公主 我们胜利了 珠珠 你太棒了 第一次排练 还挺顺利的嘛 我们要不 再排练几次 不用了 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的演出 一定会很成功 我还有个问题 谁来演暗影魔王呢 本来是泡泡来演的 可是她生病了 连带着其他四哥 也跟着一起病了 现在我也不知道 能找谁了 我的包裹 别急 我们包你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不用谢 对了 你演过舞台剧吗 舞台剧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星空舞台 有请第一位表演者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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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好镇定啊 下面请欣赏 由珠珠 卡卡和皮特先生 带来的 奇幻舞台剧 绿光森林 我们上场吧 好 把自己当成角色 然后放松地去演绎 珠珠加油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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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这么多关注 怎么办 怎么办 哎 又来了 深呼吸 哦 哦 我们不要演了 我最棒 我最棒 那就偷偷溜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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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你赶不走我的 是因为你紧张我才出现的呀 啊 为什么只有我这么紧张啊 不只是你了 他们也有紧张精灵的 你看 原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办法来缓解紧张情绪 哦 如果大家都能跟紧张和平共处 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一起上台吧 卡卡公主 你看着吧 我会将这片森林全部变成沙漠 哈哈哈哈哈哈 猪猪 大大大大大魔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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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又忘记台词了 猪猪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可以的 我是最棒的 大魔王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绿光森林终将被我们拯救 好 好 啊 魔法攻击 公主 用你的魔法 让绿光森林恢复生命吧 绿光魔法 自我力量 哇 嘿嘿嘿嘿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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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博主 收获 今天的演出太完美了 谢谢你 可是我刚刚还是失误了 没关系的猪猪 我应该早点考虑到你的感受 如果我们多排练几次 你就不会这么紧张了 下次你还会邀请我一起表演吗 当然 我们常常会感到紧张 但紧张并不是坏情绪 正因为它的存在 才使得我们更加专注 让我们在一次次挑战中 不断地突破自己 真不敢相信 这次雨灵之行 居然发现了一株月亮树 原以为已经灭绝了呢 糟糕 碰射强队流天气了 不要啊 不要啊 这雨越下越大了 天上掉下来 一株小苗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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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受伤了 我带你回故事博物馆吧 天呐 我一定要找到办法救活它 书里肯定会有记载的 这到底是什么植物啊 我该怎么救它呢 找到了 雨林探险日记 这本书可以教我怎么照顾你 原来你教月亮树 故事时间现在开始 在亚马逊雨林深处 有一种能发光的树 被当地人供奉为神术 这一切要从植物学家 踏上雨林的那一刻说起 嘿嘿 我现在是植物学家了 去找月亮树喽 哇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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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快放我下来 你来雨林要干什么 我是来寻找一种会发光的树 哦 为什么 我是为了研究稀有植物而来 并且我会将成果公开 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雨林的价值 哦 哦 哈哈哈哈 看来是我误会你了 我是酋长亚瑟 你要找的会发光的树 是我们的神术 跟我来吧 来喽 因为神术会发光的特性 吸引了很多人来到雨林 现在 我们只剩下这一棵了 啊 这就是月亮树吗 是啊 神术还很柔弱 需要我们用足够的耐心和关爱 提供稳定的生长环境 它才能健康长大 哦 哎 哦 不好 是龙卷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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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神术伤得很重 它的生命力正在流逝 亚瑟 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救它 只有一种办法 星星粉 那是什么 是一种会发光的粉末 容易水中后 在月光的作用下 可以治愈受伤的植物 这么神奇 嗯 我们现在就出发 星星粉所在的山洞离这很远 而且这一路很难走 我们要在月亮升到最高点前赶回来 好 好 哦 我们到了 哇 好漂亮啊 这就是星星粉 好了 什么多应该够了 好 那我们赶快回去吧 哦 秋早回来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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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瑟 时间到了 嗯 耶 耶 星星粉起作用了 耶 星星粉起作用了 呜呜 呜呜 来 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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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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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找回来 看来只有找到书里说的星星粉 才能拯救月亮树 可是现在还会有那种神奇的粉末吗 月亮树的位置就在这里 在那儿 还好还好 现在带回去还来得及 请问你是 你好 我是植物保护学家熊博士 谢谢你捡到了我的月亮树 熊博士你好 我是猪猪 她在掉下来的过程中受伤了 我正在想办法拯救她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可以保护她 而且成功率百分之百 那太好了 我能去看看吗 好吧 跟我来 朱朱 你来看 这些都是我的作品 啊 这些都是世界上的稀有物种 可是它们看上去有点奇怪 这是我发明的生物冻结液 能够在瞬间冻结植物 这样它们就可以永远存在了 它们都被做成了标本 你是在夺取它们的生命 我是在保护最后一棵月亮树 我有办法可以救活它 你能保证你的办法就能成功吗 天呐 唉 这下再也没有人能看到月亮树了 试试我的办法吧 星星粉 竟然有这种神奇的粉末 这种粉末只存在于一种神奇的山洞里 洞里所有的石头都在发光 嗯 发光的石头 哦 我想起来了 这是银石洞 我在几年前的探险中曾经去过 是吗 那你还记得山洞的位置吗 记得 我们赶紧出发 咦 原来植物学家的工作这么辛苦啊 为了保护植物 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这就是我在书里见到的山洞 星星粉 书里的记载是真的 月亮树有救了 我也要带些回去研究研究 月亮树需要一个足够稳定和安全的环境 种在你这里我就放心多了 珠珠 看来我们白忙活了 我们再等等 星星粉需要在月光的作用下才能生效 我们成功了 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珠珠 你的坚持是对的 也要谢谢你 熊博士 你让我明白 保护兵威植物的最好方法 不是做成标本 而是用心让它们活下去 活着才是最好的证明 月亮树就交给你了 我会定性来看它的 我会好好照顾它的 熊博士 加油 慢慢长大吧 月亮树 我一定会送你回到雨林的 不论是一朵花 还是一棵草 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我们都应该用耐心和关爱 给它们最好的保护 啊 啊 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